你可能不一定认识这个男人 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些 这些 这些 还有这些 没错 刚刚我们看到的所有品牌 其实都属于一个集团 那就是欧洲最大的上市公司 LVMH 而这个男人 就是LVMH集团的掌门人 Bernard Arnott 法语叫Bernard Arnott 2021年5月 凭借着LVMH股票的走枪 这个老头 短暂登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 你别看他在任何场合 都保持着一副 法式的优雅 儒雅绅士的形象 但是资本界称他为 穿着Cashmere的狼 我跟你说 我本来想看看这匹绅士狼 他的狼性到底有多重 没想到人家公关做得真好 主流媒体什么也查不到 坊间的小道消息 就感觉这背后又是 背叛计谋商战 越传越邪乎 就感觉是个 六亲不认道貌岸然的主 你说他真的就这么扯吗 我就要一探究竟 所以那天累死我了 我把这八九十年代的报纸 都给翻出来了 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他是怎么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小富二代 就做到了奢侈品界 一桶江山的全球把 也是我听说过 最激烈的欧洲商战 听着是不是很玄乎呢 就是有这么玄乎 阿尔诺是1949年出生的 当时家里正在经营一个建筑公司 算是个小富二代 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家族公司 但是干了一段时间 他就发现 这个公司赚的都是些辛苦钱 首先你包工程需要大量的现金流 但是法国那时候房地产商 都是那种挺大爷的感觉 经常就拖欠公款 有的时候还有坏账 这钱也回不来 简单来说就是风险大 利润低 市场空间还比较有限 他就劝他老爸说 你看咱这生意做的这么费劲 咱不如把这个建筑的业务给砍掉 咱去搞一些那种个人公寓呀 或者是高端度假别墅 这种高利润的项目 但是老阿尔诺呢 当时就不太同意 就觉得这个风险有点大 你看这是明显一个 太子跟皇上意见相左的时候 但这种情况呢 毕竟太子的名号是皇上给 翅膀还不太硬的时候 也够不过这个老谋深算的皇上 但阿尔诺可不吃这套 打小人翅膀就硬 直接上演了一记远交进攻 那怎么搞呢 开始拉拢公司的高管 开始跟高管说 现在这业务怎么不好 之后业务怎么好 集体施压去逼他的父亲 结果最后在所有人的压力之下 他爸竟然不得已 把这个公司给卖了 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 旗下的一个法国公司 最后25岁的太子 以胜利告终 你说是不是还挺狠的 也挺厉害的 就为了商业利益 就算是亲爹 那我也是无差别的攻击 六亲不认 但这场战略的转移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他们把家族企业卖了之后 拿回了4000万法郎的现金 并且他们又把业务进行了重组 不赚钱的东西都给砍掉了 大大提高了运营的成本效率 所以非常聪明 你能看得出来 虽然老背头他狠狠 但是战略的眼光还是非常准的 这场逼宫大战之后 小阿尔诺在家族企业里 算是有一定的地位了 后来正好又赶上 法国的代薪假期延长 阿尔诺就看准了 法国人喜欢度假的心理 就在大西洋海边 建了很多高档的度假别墅 没想到效果超出预期 又是赚的盆满多满 在1978年的时候 28岁 只有28岁的阿尔诺 当时就成了家族企业的CEO 你看这商业洞察 你看这胆识 非常可以 时间来到了80年代 那时候法国大搞国有化 还征收了富人税 然后美国这边 其实是在减税吸引外资 就导致很多资金 都流向了美国 你看阿尔诺 个人兴趣和终身事业 都是搞钱 他当时也特别担心 这个家族企业被充公 于是他就果断地决定 奔向美国 寻求新的机会 有一次他在美国打出租车 就跟出租车司机聊天 就说老哥 你知道法国总统是谁吗 出租车司机弄懵了 我怎么知道法国总统 他还非常礼貌地说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就是这句话 就打开了阿尔诺的人多二脉 阿尔诺就想了 你看他就是一个品牌 也就是个奢侈品品牌 竟然穿过了大夕阳的彼岸 穿过了文化的差异 连一个美国的出租车司机 竟然都知道这个牌子 可见这个影响力 真的已经深入人心了 这时候正好赶上阿尔诺 在为他的地产业发愁 他的地产业在美国做的 其实不太景气 所以司机这么一句话 就让他开始琢磨这个事 讲80年代的时候 中产收入增加 大家就开始对那种 品质生活的所追求 而且女性都开始出来工作了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消费群体 就是未婚的又有钱的女性 这可是一个极大的 新的需求和市场 所以小狼眼前一亮 直冒绿光 就萌生出来了一个想法 我要打造一个奢侈品的帝国 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牌 可以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的 各种各样的需求 他不是要打造一个奢侈品品牌 而是一个战线的奢侈品品牌 当时就非常的有想法 就此阿尔诺就开始了 他长达一生的 打造奢侈品帝国之路 现在你要说卖奢侈品 OK 很贵 利润率很高 你感觉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事情 但是放在那时候80年代 那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产业 而且对于阿尔诺 他一个做地产的 从来也没碰过奢侈品 所以小狼现在只能是伺机而动 期待着找到一个时刻 来无中生有 说来也巧 这个机会还真让小狼等到了 84年的时候 迪奥的母公司 一个很大的纺织品集团 布萨克正在出售 因为那集团效益也不好 有将近三万名员工 就在那大闹罢工 法国政府都非常头疼 积极地帮着寻找买家 阿尔诺一看 这可是迪奥 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迪奥 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但是奈何这个布萨克的体量太大 阿尔诺把自己整个家族资产 全都抵押了才借到了1.5亿法郎 就只有布萨克报价的10% 他要搞这件事需要资本 没有钱怎么办呢 找投行 于是阿尔诺就找到了 Lazar 就是一个精品投行 帮着他去融资 又融到了4亿法郎 但是还是差得太远 这时候阿尔诺又灵机一动 他把矛头指向了法国 正非 你想 当时有3万多名员工罢工 那肯定会导致社会的动乱 他就跟政府说说 你看我 法国人 爱国 民族企业家 你也不想让这3万名员工失业吧 我可以帮助布萨克重振旗鼓 只要你借我钱 法国政府一看 说的也是挺有道理 而且这个老头也很绅士形象 大笔一挥 直接把21贷款发给了阿尔诺 好一个无中生友 钱凑齐了 把这么大的一个布萨克集团 收入囊中 搞到了布萨克 就相当于搞到了迪奥 整个的服装业务 这对于奢侈品行业的小白阿尔诺来说 绝对算是 打开奢侈品帝国的第一步 算是开了个好头 当然是政府的贷款也不是白拿的 因为阿尔诺承诺了 要让布萨克重振旗鼓 并且保住员工的饭碗 但你以为他真的就会 老老实实的经营实业 解决就业岗位吗 那当然不是了 别忘了最开始咱们就说 他是一个利益智商 六亲不认的人 今天阿尔诺就要告诉你 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 到底有多么的血腥 阿尔诺心想 我想要的是迪奥 你布萨克里边一堆又是纺织 又是尿布的那些破烂业务 我才懒得管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快速回款 然后继续扩大我的奢侈品帝国 之后的三年 阿尔诺把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布萨克的资产重组当中 简单来说 就是我留下迪奥这块优质的业务 然后把那些破烂纺织业务 都卖给了另一个机构 新买主接手之后 直接上大刀阔府 开始裁员裁了1.6万 那这些被裁的人 法国政府就不干了 对吧 你开始都答应我说 保证就业岗位的 怎么就那么裁员了 阿尔诺这边 那是阵阵有词 那不好意思 集团我已经卖掉了 那谁买的 你们找谁去 What 买家这边也非常有道理 对吧 我买的时候就付了这么多价钱 我才不管你们俩中间什么协议呢 我只买我要买的东西 阿尔诺这边一买一卖 把法国政府可算是给坑惨了 但是自己把这贝壳撬开 拿到了里边的珍珠 你说是不是金蝉脱桥 我玩的是炉火纯青 所以你看这个商场如战场 真的就是这么的无情 但我们如果抛开道德层面 不说就说商业上 这个事对阿尔诺是绝对的成功 一方面我拿到了迪奥的品牌 另一方面我把其他业务卖了 又拿到了钱 那阿尔诺就已经不是当年 刚回法国时候 那个一无所有的阿尔诺了 又有品牌又有钱 接着干呗 对吧 又开始继续收购 下一个目标 它就瞄准了 LBMH 来啊 精彩的来了 我刚说阿尔诺 这个公关做的是真好 这些老料 其实基本都扒不到了 你就看维基百科的介绍 就是说LBMH 是阿尔诺和LV的头 和MH的头 共同成立了LBMH 一句话就说完了 然后很多中文资料 说的也都不太对 但它中间如何收购的LBMH 是中间的血雨腥风 还有它如何左右逢源 小Link可是在 八九十年代的报纸里找到的 咱赶紧还原一下 今天这场欧洲第一的商业大战 事情是这样的 1987年6月的时候 当时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皮具品牌LV 和一个酒的品牌MH 它们俩其实都经营的非常好 但是都怕被恶意收购 所以它俩就想能够合并在一起 这样增大共同体的持股比例 这样就防止恶意收购嘛 所以LBMH就这么产生了 那时候LV这边是有21%的股权 但有30%的投票权 MH这边是14%的股权和21%的投票权 很多之后的报道洗的就很乱 就是把他们的股权和投票权 都混在一起说导致的 但这两个品牌其实不太契合 LV这边是一个老牌的家族企业 MH属于那种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派 所以他俩不管是从什么核心理念 品牌价值公司经营 是哪哪都说不到一块去 整天就跟那掐 然后有一次LV要印一个纪念品 合并之后LV的头其实是LVMH的二把手 LV的头就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了MH头的名字前面 这一举真是大大激怒了MH的头 就让他很是不爽 而且他们的品牌理念经营想法思路也不太一样 LV这边就觉得我是个奢侈品品牌 对吧 平时都出入在那种高端的场所里 你MH就是个卖酒的 超市里都能买着就感觉不是一个层次 他有一次就跟MH的头提说 我想请香奈儿的设计师来给我做设计 被MH头一下就否决了 他说我们集团里已经有很多足够优秀的设计师了 没必要做这件事 在LV这头看来 MH你就属于处处阻挠 终于有一次他忍不了的 在一次公开发布会上他就说 LVMH的合并 对于MH来讲明显就是并购和吸收 并不是平等的品牌联姻 而对于我们LV来讲 维持品牌的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 MH头一听那当然是非常不爽了 心想你个二把手不顾集团的整体利益 公开让我没面子 真是太过分了 但是不爽归不爽 他还是得防着那些恶意收购 既然你LV不愿意跟我同心 那我只能再找其他的联盟了 于是MH这边就去找了另外一个大酒厂 叫吉尼斯 让他收购20%多LVMH的股份 这一举动就彻底激怒了LV这边 这LVMH俨然变成了一个大战场 好你不是要拉同盟吗 那我LV我也得拉同盟 你拉一个酒厂 我也要找出一些奢侈品品牌跟我一起联盟 于是作为奢侈品品牌界一颗明珠的迪奥 就成功的吸引了LV的注意力 LV的头就找到了阿尔诺 阿尔诺就出现了 你看我们的阿尔诺年近40 一表人才 又是迪奥服装这个品牌的掌门人 LV头和阿尔诺一聊甚是投机 这LV头就觉得阿尔诺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对他信任有加 就决定说你要跟我一起联盟 好你现在去收购25%LVMH的股份 这样我们俩加在一起就有了控制权 这阿尔诺一听 我去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刚刚说他收购布萨克的时候是纺织品 其实就是迪奥的服装业务 但是迪奥还有更大的一块 也不是更大的一块 但是迪奥还有一块大香饱饱业务 就是香水业务 其实一直是在LVMH集团体下 LVMH这个大鱼我早就垂涎已久了 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买我买 但是阿尔诺有个军师 就是之前在迪奥那个收购案当中 帮他融资的Lazard 军师这时候就出来了 说小阿 别 咱别轻举妄动 我给你细细分析 你看现在你要是跟LV联盟 一旦你们有什么动作 这就相当于跟MH和吉尼斯 整个那个联盟在挑衅 而吉尼斯也不好惹 对吧 行业地位 资金 那都不是我们能比的 你万一要是把他惹急了 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可就不好了 你看啊 我们莫不如这样 我们去投靠MH和吉尼斯的那个联盟 我们出钱 尽量能搞到他们的股份 你靠你的人格魅力 稳住LV这边 我们来个借刀杀人 我们借这个联盟的刀 去把LV搞到 我们再斥资公开市场收购股份 如果此计得逞 我们就会成为LVMH的最大空股人 阿尔诺一听 甚是有道理啊 在Lazar的资金的帮衬下 就找到了MH和吉尼斯这边 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我们就把它叫做新公司 这样就彻底把这三方的利益 绑在了一起 同时这个新公司呢 收购了MH之前手里24%的股份 好那至于这个新公司 谁说了算呢 你想MH和吉尼斯都算是大佬 彼此合作 但也彼此有所忌惮 相互牵制 他俩协商 谁当也不太合适对吧 那不如让阿尔诺来当 阿尔诺这边就是 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喽喽 一番协商之后 阿尔诺就成了这个 新公司的控制人 占有新公司60%的控制权 好 MH这边股份搞到手了 借刀杀人 这把刀阿尔诺已经拿到了 这时候其实MH那边 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的 就怕他引狼入室 但是哈 MH这个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对阿尔诺是深信不疑 对外就一直宣称是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股东组织 来防止恶意收购 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我们非常优秀的合伙人 就是这位阿尔诺先生 简直就是一位绅士 这外界一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是绅士的帽子一扣 觉得阿尔诺也不太可能 背叛这个联盟 对吧 因为你想法国那么一个 注重绅士 注重形象的国家 一旦他背叛这个联盟 就会look bad 就是感觉有点丢人 但我们之前看到阿尔诺 搞亲爹搞爹奥 丢人 在他看来哪算什么呀 在这事儿爆出来之前 阿尔诺其实一直跟LV的头 还没来眼去呢 LV头一直都觉得 他是我自己这边的人 看到这报道一爆出来 他简直就是圣怒啊 完全坐不住了 心想 你个小家伙 不是跟我一伙的吗 怎么跑到那边联盟去了 你们不是要个人我吗 那我也要来个人个人你们 就扬言说要开始购入股份 将自己的持股比例 达到33% 因为33是一个 就你可以在重大决策里 拥有一票否决权了 他要是拥有33%的股份 那你MH这边 就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了 没想到 说时迟那时快 这阿尔诺的手 真的是比留言传得还快 不光快 我还有钱 你不是要买到否决权吗 那我可不能让你 三天之内斥资6亿美金 将他们这个联盟的持股比例 一下做到了37.5% 成为了LVMH的第一大股东 好家伙 眼看着LVMH欲望相征 阿尔诺现在成了最大的实际控制人 两边两个老头都有点开始慌了 好 既然现在这样了 那我们也别掐了 我们也别去买股票了 这就是无端的哄抬股价 对吧 对大家都没有利 我们莫不如这样 你看我们双方都减持一些股份 LV你可以自主经营 给你自主权 然后我MH这边 也不用担心你LV权力过大 至于阿尔诺 他不是想要迪奥的香水业务 我们把香水业务给阿尔诺 那迪奥这边都在阿尔诺名下 好 LV和MH终于算是达成共识了 你眼看着这个商战 就要画成句号了 但是他们低估了阿尔诺 阿尔诺这时候挑出来了 好你们两个老家伙 我现在已经是LVMH的最大股东了 我要的是LVMH 你们拿个迪奥香水 就像把我给打发了 你们可想的美 于是阿尔诺大刀一挥 直接开始宣战 两天五亿美金 直接把联盟的股份 买到了43.5% 拥有35%的投票权 这不就超过那个33%吗 换句话说 就阿尔诺现在拥有了一票否决权 你LVMH不是想分家吗 只要我阿尔诺在 你们就分不了 相当于他已经算是胜利了 但是他如果真正想成为 LVMH的掌门人 他需要得到董事会的支持 所以阿尔诺就又开始 先是把他爸搞进了董事会 然后又去游说MH那边 之前的家族董事会成员 还搞了一个70岁退休的机制 愣是把LV的这个老头 给挤出了董事会 就在这一顿操作之下 成功的纠战雀巢 成为了LVMH的掌门人 成功拿下了LVMH 这在阿尔诺构建他自己奢侈品帝国里 绝对算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相当于你今天想去进华尔街 想做投行 你立马就变成了高盛 或者变成了JP Worker的掌门人 就这个概念 你看他五年前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商 现在已经坐拥欧洲最大的公司了 而这时候的阿尔诺才只有40岁 要不说阿尔诺非常有眼光 接下来的这几十年里头 奢侈品行业在全球范围内 都是突飞猛进的发展 阿尔诺就继续一步一步 开始展开他的奢侈品宏伟蓝图 既然阿尔诺收购的手法都大同小异 第一步找准目标准备好资金 第二步就伺机而动 当对方出现要么是危机 要么是内部矛盾 要么是股价暴跌的情况下 就开始大大出手 第三步瓦解核心股东 引起内讧 云翁得利 第四步收购成功之后 就开始亲自出马清洗管理层 重新定位和包装 给投资者信心 再拉回股价 不过再一再二不再三 阿尔诺这玩法 早就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了 大家都防着呢 但这毫不影响 我就发现还挺巧的 真的是三年一小战 十年一大战 几个大战 刚刚我们说八九年的LVMH 99年想要收购Gucci 09年想要收购爱马仕 19年收购Tiffany 就给他来一首陈奕迅的十年 此处掐掉 但是商场如战场 肯定也没有长盛将军 这头老狼也有栽根头的时候 就比如99年想收购Gucci 1月份赤资14亿 在公开市场收购了34.4%的股份 这时候已经是Gucci的第一大股东了 本来想着说已经花小钱 办大事享有了公司的决策权 没想到Gucci这边 他肯定是不干了 他就跟阿尔诺说 你别想着老搞这些小动作 你要收就花足了钱 咱全给收了 到阿尔诺肯定不愿意 心想明明34.4就能搞定的事 干嘛要花那么多钱 Gucci这边就开启了 一个自杀式的防守反击 叫毒丸计划 一方面呢 给自己的员工和管理层 发新的股份 另一边又把自己手里的股份 卖给了LVMH的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现在的开云集团 这么一顿操作下来 阿尔诺手里的股份 就被稀释成20%了 阿尔诺这边上诉法院 又遭到了驳回 这下一看 我收也收不成 拿着个20%也没啥意思 干脆把自己手里的股份 也卖给了开云集团 Gucci的收购就宣告失败了 但是也不耽误阿尔诺 还接着收呗 10年之后 09年的时候又开始搞爱马仕 悄默声的 先在公开市场上 收购了4.92% 因为超过5%就要公道了 2010年的时候 等时机差不多了 又以股票调期的形式 收了17%点几的股份 这时候就达到了22.02% 成为了除爱马仕家族以外的 最大股东 爱马仕这个家族 虽然加起来的股权是非常多 但是摊到每个成员的手里 都不到5% 爱马仕家族的人 就集体临时召开会议 一看外敌当前 我们自然要宁成一股神 临时决定说 我们放弃个人的利益 成立一个爱马仕的家族集团 占有50.2%的股份 这样就能控制住爱马仕了 并且规定 这些股份在20年内都不准交易 铁了心了要跟阿尔诺死磕到底 同时他们还向 法国金融监管局去爆撞 说阿尔诺在私底下 想搞他们的股份 过了几年 监管局终于判下来说 阿尔诺败诉 先是罚了他800万欧元 然后又明令他 开始要减持爱马仕的股份 从20%几降到8% 并且规定说 你5年之内不许再碰爱马仕 但这波操作下来 虽然公司没买到 闹得爱马仕这股票大涨 结果阿尔诺从这股票涨价里 又捞了38亿欧元 但从收购的结果来讲 收购爱马仕这一仗 又败下阵来 又过了10年 到了2019年 阿尔诺又开始去 搞他已经埋伏已久的一个目标 就是Tiffany 两边也是经历了各种谈判 最后终于敲定了收购意向 万万没想到 2020年初的时候 遇到了全球的黑天鹅事件 疫情爆发 那这奢侈品市场肯定受影响 Tiffany股价大跌 并且还赶上 20年7月的时候 美国宣布要对法国的品牌 驾收关税 Tiffany肯定就没有 之前那么值钱了 那阿尔诺要以之前 谈下来的价格买 那显然就不划算了 老狼自然就开始玩赖呗 我就不买了 开始压价 两边就开始打官司 你六七不认 打官司这个事 阿尔诺是从来都没在怕的 把这个两败俱伤也不好 Tiffany最后 也算是做出了让步 阿尔诺这边压低了价格 最终把这个楚楚动人的Tiffany 也收入了当中 再次扩大了 他奢侈品帝国的版图 从90年到2020年 这30年间 阿尔诺的LVMH 一共收购了70多个品牌 可谓是毫无人性了 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LVMH旗下的这些奢侈品品牌 Louis Vuitton Valve Clicquot Sappara Tiffany Christian Dion Hennessey Louis Célinger Limova Mouna Taukoyer G Vanchy 现在的LVMH 市值已经将近4000亿了 是欧洲最大的上市公司 旗下拥有70多个品牌 原本的奢侈品界 是LVMH 开云集团 还有利丰集团 这三家 三足鼎立 分庭汤立 但现在LVMH 已经是另外两家 加起来市值总和的2.5倍了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 阿尔诺也凭借着 他打造的奢侈品集团 短暂地成为了全球首富 我们今天讲阿尔诺的商战 各种并购 你感觉好像他成功的奥秘 就是买买买 但是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有钱的公司 有钱的企业多了去了 但能像阿尔诺这样 把LVMH构造成一个奢侈品帝国的 就他这么一个 奢侈品它跟我们买平时的产品不一样 它不光是说我们要买那个产品本身 而更多的你买的是一种幻想 一种渴望 一种品位 一种被营销出来的品牌的奢侈的感觉 而阿尔诺就成功的抓住了营销和人性的本质 非常善于打造这种感觉 作为奢侈品品牌 阿尔诺非常明白 尤其是最大的奢侈品品牌 我要做的并不是追随潮流 而是要创造潮流 所以他就非常的注重创新 阿尔诺之前也亲口吐露过成功的秘诀 就是他对设计师的创意 给予相当程度的尊重 几乎从来都不会枪毙任何一条新的创意 在阿尔诺接手之后 像是Dior LV 季凡西 Celine这些品牌 当然说奢侈品不就要营造那种奢侈感 阿尔诺也非常善于讲故事 就塑造这个品牌的形象和意义 比如你看他收购的这些品牌 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 为什么家族企业就是有那种传承 就是有那种奢侈感 好便于他塑造故事 所以他每收购一个品牌 就提价 搞故事 增加品牌的价值和意义 就比如说那个拉杆香品牌Remover Remover 他之前是一个德国的老牌 有120多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就是又批发 然后经常打折 这么一个老气横丘的形象 2016年10月的时候 被LVMH收购了 当时阿尔诺的儿子 那时候儿子才29岁 就提出来要收购 拿过来之后 大刀阔斧地改造 砍掉批发 砍掉折扣 提价 塑造奢侈感 因为他那个箱子材质非常的轻便 所以当时小阿尔诺就以这个为点 主打那种可以带上机的行李箱 然后还加入了季节限量款 就把Remover营造成一个商业人士 都觉着 拿着就很高级的箱子 你看阿尔诺善于创新 善于打造品牌故事来营造这种奢侈感 非的不是解决你现在的痛点 而是让你产生一种新的渴望 好 我们今天看到阿尔诺一步一步 把他爸 把法国政府 把LV 把MH都气到吐血 但是也确确实实 把这个奢侈品帝国 打造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 有人说他不讲信用 唯利是图 也有人说他就是个商人 利益至上 无可厚非 不管怎么说 阿尔诺的这些商战 充分体现出了商场的无情 而这无情 恐怕就是让商场最精彩的地方 买 我买 法国大稿 各有话 给他少一少 但是说时迟那十块 这句话没用 就是这句话 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什么呢 而这个男人 就是这个集团的掌门人 Bernard 阿尔诺 Bernard Bernard 阿尔诺 Excuse my French 因为他那个带点那种 这种声音 这样说 别人比明天利是所有人 就像是一些 文章 别人 带他 这种声音